各位好啊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条政论 换了个实景 目景形式有点变 一切都如常 因为电脑坏了 用了另一个电脑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小谭话题 因为台湾正式有第一支 准备做八支潜艇下水 这支叫做海坤 北冥有与其名为坤 坤之大不知其几千里 例如萧油里面的一个形容 有大有小 大小的相比 不要轻视只有一支潜艇 它的意义的确非常之大 我说比较少讲军事 大家都少讲 但是台湾人就很热闹 尤其是陆营的人 因为做这八支潜艇 其实只是开工几年 很怪的 这次还未正式 真是形成战斗力 所谓我相信还有几年 现在赶得及 还在蔡英文任内下水 他是第一任里面开始做的 大约是六七年 应该是一七一八左右 不是很久 16年说到很厉害 就开始拍板上马 他16年上场 17年就拍板上马 差不多还有几个月 就是蔡英文的任期完 八年 在任期八年里面 他对台湾的历史有什么大建筑 如果将来会很快知道 他和中共一样 抗军备战强国 副国强兵 其实他多少做到 这几年 当然台湾经济比香港好 很多人才都移到台湾 这方面台积电的成就非常少 台湾比香港大几倍 人口资源大很多 很多东西他有国际地位 这个香港是没得比的 但是台湾军事上是怎样呢 他飞机又再做回 但因为他已经低档了 由战斗机变成教练机 重拾造战机的能力 这个已经不简单了 再不简单 他做了几只飞弹 这几个飞弹 即是长的导弹 现在准备量产的 直接打了几千里面 即是有巡航导弹 和熊二依 和正式导弹 这些都是他任内拍板的 之前已经计划了 当然 红三这些都做了 但始终晚九时代是没有积极去做的 特别是潜艇 说了二三十年 连我开始留意台湾军事 已经知道他很想做潜艇 几年间做出来的确是惊人 你说几只潜艇 中共有六七十艘 核潜艇和战略核潜艇也有 台湾和他没得比 做了八手 其实就不是这样计 有两件事是重要的 不仅仅有潜艇 就是要看他的战斗 武器系统的战斗能力 因为美国给他的关系 非常强大的 这八艘潜艇 他有MK48 所谓重量级的硝煤之多 可以带 一煤足以摧毁一艘大的战艦 我想连核潜艇 中了一个重磅的鱼鱼 因为鱼鱼不同 非弹 非弹核潜艇 不容易打沉 就算是辽宁库 因为有这么大只 还有很多防空的设备 要把和攻击之下 都未必打沉 也不需要打沉 但如果希望沉默海底 不能弄回 那就是鱼鱼 重磅鱼鱼尤其是 美国这艘是很有名的 如果是普通的 驱逐艦 长洋艦 你没有 飞弹 你起好几个 就算是 俄罗斯那里 瓦蘭都用几个飞弹 才打到沉 即是打到沉 因为他弄不回 那 台湾不欠缺这些飞弹 但是对于 艦艇来说最恐怖的 依然还是水下 因为你完全不撕过来 也没有防 飞弹是能防得到的 如果你的防御能力 譬如和你雷达好 其实你不能接近它 它先攻击你 但是潜艇呢 如果潜在你 即是出现在你 二三十里份来 十里已经是致命的 一块四月雷 基本上你走不了 当然了 反潜能力 据知 那么多样科技里面 现在中共是最弱的 所以呢 这一批潜艇 对于中共的要胁 就非常之大 我们稍微看看 现在台湾理论上有四艘 实际上有战斗力 只有两艘 它是所谓的 是剑龙级 所谓的 海龙海虎 都是和荷兰买的 已经三十年了 其实已经是 升级也有点困难了 努力保持到它 很多零件都没有了 那 就和狼提升它 好像都已经提升了 是会帮它装到鱼雷 那种重磅 竟然是没有鱼雷的 当时卖给它 主要是不想刺激中共 再老的两只就是加比级 海丝海炮 基本上美国卖给它 只不过在四五年四六年开始服役 即是战后 如果有机会看到照片 它还是尖的 现在潜艇 因为水深下面走 不用尖 它要大多时间水面走 所以它才会尖 现在你看看台湾这些都是原型 当然不是核能 核能的意志不是很大的 其实就是在防卫性的潜艇来说 当然攻击性就去得远洋 这就是核能的好处 如果不是 它现在很多 这几个东西 就是粗浅计 其实是决定性的 在防卫上 直接反制到老共都可以的 老共其实算低调 当然是踩踩它 那些技术不行 但是呢 它是曼国牌 最近做了八艘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假设它是要封台湾 那七十只潜艇封了你 那你哪场莫及 出不去 来的船你都怕你有潜艇 但是呢 如果你有八只 你封我我封你 一只潜艇就封了香港 是吧 即是如果它已经来附近 它告诉你我封你 你敢不敢洗进来呢 所有商船都会进来 作用就是瘫痪你 当然它进一步洗进来 就是暴雷 这个已经是 只要有一只 你可以见我们 你沿途的海港都可以 它声声封你 可以攻击你出入的船 它封你便不进北了 这些船 可以有这个战略作用 是吧 很紧要的战略作用 在战时 有潜艇和没有潜艇差几个月 是攻击性的 而潜艇是攻击性的 现在这八架 基本上美国都给了每个系统 都给了每个系统 除了MK48之外 给了潜射型的鱼沙飞弹 这个鱼沙飞弹 虽然不是一种特别猛的飞弹 但是因为它是飞弹 如果它在潜艇发射 基本上是等同在战艦上的发射 几十里 几十里外 以至过百里 它都可以要脅到你的战艦 那就更加难 过百里的地方 你那个反潜能力 你根本不支付的 有潜艇在那里 它一升上面 就升上 不用上到水面的潜射型 它在水面就已经可以攻击 这个攻击性 亦是非同小可的 而且至于船艇的 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当然 適立探测 美国是做得最好的 反过来 老共 因为你未经实战考验 老共没有打过海战 虽然它所有东西都有 但是人家都看到你实 它有没有能力 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不用跟美国打 你就是跟这些八手打 那懂得军事那些知道 它也是很困难 不只是这些八手 美国是支持它所有技术的东西 它有后快的技术优势 所以也无需说 那些根本不是它的技术 事实上不是 最多一半到六成 即是自制的能力 包括造船的能力 它也做到了 有些简单的东西 它也做到了 什么红区、绿区、黄区 就是自己做到的 有些已经做不到采购 最重要的是 不外乎地说这些战斗系统 防电系统 这些就是台湾自己做不到的 所以也有时间都做不到 不给它就没有了 但是也不用多 给你十手 有两手做后备 即是这些系统 买十手 十套给你 美国的保养 那些质素 基本上就不守协议 这些就足够了 这些就变成了它和美国的潜艇一样 美国全部核能 一样的攻击能力 只不过它不是核电 好了 静音那些 现在它伪陀也不让你看到的 应该是日本给了技术 在常规潜艇里面 日本的静音其实是最好的 也帮它 所以它这个设计 好好的做完一轮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它真是形成战斗力的时候 这是几年后的事 这些八手的潜艇足以令你 举步为奸 不能够轻然说 轻然说 就是进攻台湾 因为它有这些八手潜艇 它可以暴雷 可以封你港口 可以攻击你所有战艦 你看台湾 其实这八手 不是在台湾的海峡 那里活动 前一阵就有个消息 有核潜艇出了事 现在是在东海 不知道是不是 093核潜艇 核潜艇更加不会在海 在那个海 因为大约只有70米深 好天气的话 分分钟 飞机飞过看到下面 战舜艇 所以基本上 台湾不是用兵的地方 潜艇用兵的地方 但你转过来 你看地图 另一边 东面很深的水 那里就很重要 基本上它任何出活 你没有自己轻易捉到它 现在中共的潜艇基地 在海雅3 据说都不太好 为什麽呢 被美国曝光的星艦 在那里 即你一出去 它就知道你去哪里 基本上 中共的潜艇 全球在哪里 有什么时候在哪里 全部美国都知道 所以早前说 它失事 有个潜艇 如果真的有核潜艇失事 你不说美国佬都跟你公布出来 那核潜艇特别跟得着 但普通常规潜艇 就算你走楼几只都好 你很难和这些一流的 后发先至技术上的潜艇对行 包括在水里面 互相探测对方 那可能是很多 它升纳好过你 雷大好过你 升纳好过你 那一先发现 就一定是先堆下你 就是潜艇对潜艇 反潜它又占到优势 甚至核潜艇 没有特别冲突 事件更差 那核潜艇更有点不好 就是它的声纳 它的声音 它的声频 早就被美国探索了 就是说你听到你的声音 知道你是哪一只 哪一号型 哪一只 哪一只 而这些资料 是电子讯息 它肯定给台湾 那台湾就知道你哪一只 所以如果有了这几个潜艇 你再去周边 又要来要去跟着你 那你已经害怕了 因为全程在监视 潜艇最威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 它是隐身的 Supposed 但如果它不隐身的时候 它完全没有防卫能力 可以说完全没有 就是像台湾的船 找到它 它在上高停 它要逼着浮出水面 然后才走 因为这个国际规矩 习惯了 要不然我不知道你 潜艇干什么 你不浮出 就攻击你 那你也不能够 攻击它也很容易 潜艇最怕就是 水面蓝艇知道了之后 它其实把普通的深水炸弹 就已经死了 你可想而知 吓潜艇也没用 所以直升机也可以 直升机被直升机 发现到你的潜艇也是灾难 你完全没有攻击 直升机 而直升机 随时可以扔炸弹 所以潜艇的特性就是 潜得静和隐藏性 台湾好像2500吨以上 已经是够用的 而且它不用核电 但是它用锂电 用锂电池的技术 跟日本分享了 据说它都可以潜 两个星期以上 即是你不知道它去了哪 你迟前防住它 防不了 八艘那么多 所以有了这八艘船 基本上 不对正战生里面完全有能力 衣业所有整个艦队 还有大家看看 台湾的地理环境 所谓第一岛链 大家可能是一些观念 即是说 中共所有艦艇要出去太平洋 都要经这两个海峡 如果不然你继续下面 或者继续上面 去北韩、韩国那边继续太平洋 那你什么都被人看到了 直出太平洋 它的艦队一定要经两个海峡 上面那个黏着日本 即是台湾以北到日本 钓鱼台 那个叫做公固海峡 下面那个叫巴士海峡 即是黏着菲律宾那个 这两个海峡里面 据说它有四支潜艇 其中摆了四支 你整个中国艦队 不管是什么航空母航 你都出不了 即是出不了这个海峡 即是很危险 它封了海峡 我看到那个战略 依然有多大 即是一有事的时候 当然一开战 你就去哪里死 可能就是它放四支 而另外那四支 就周围走 还有两支 依然有战斗力的 就是荷兰那两支 即是剑龙级的 海龙海虎这两支 即是荷兰那两支 这两支还可以升级了 已经可以放在MK482 这些对于潜艇来说 那个攻击性就很重要 有了这八手之后 又不是为胡处府添翼的 足以制衡到老共 不敢随便攻台 这个当然是重要的 所以整个大战略 影响其实是深远的 老共是很猛烈的 但是以前 为什么台湾做不到潜艇呢 台湾 即是荷兰肯帮他做 做了两支 本来是做六支 结果做完两支 不做了 算了 那你叫做有就算了 那变了台湾的潜艇 以前是没有攻击能力的 不卖鱼给他 那他要跟印尼间接买鱼 才叫做那两支潜艇 就是荷兰做的 有攻击 为什么呢 美国都不给鱼类 不卖给他 为什么呢 就不想引起战争 他们不想引起 也不想刺激老共那么多 其实也看死老共的潜艇 就是那时的海军力量 直到最近的五年到十年 五年左右 他大量船艦落水 大量航空船做了几艘 开始真是依捏到西方 他升级 所以才计划了 急速帮台湾自制八艘田艇 现在唯一就是这八艘田艇 会不会是质素不好呢 因为他是万国牌 有很多国家的技术帮忙 我想最重要的是 有两个国家帮他 长时间帮他 其实也不重要 就是日本和美国 这两个都是铁杆 老死来的 尤其是日本 第二天帮他维修 升级 只是日本已经做得到 因为日本是完全自制的 这个船艇已经有二十艘 几十年的经历 其实直接和日本买都可以 但是台湾更进一步就是自制 维修能力等等 这个潜艇大约六七成是自己做的 即是说他再做卖给人就不行了 因为全部是技术 但是有的 最重要的是有的 而且我们董军事 知道他的实力是强大的 实力是强大的 这八个船艇有了之后 当然他不敢去进攻大陆 但是大陆想攻他 户籍就从此多了 好处呢 反而是发生战争危险下降了 我觉得现在经常说 中共是未能够准备到打台湾 说来说去美国吹都不行 你看不到他有能力 很短时间就准备军工 现在说最少都要35年 现在准备好计划 一定要打都好都要35年 分分钟是赖清德任期尾 赖清德足够时间去刺激他 或者将他去大陆中国化 这些都是可能引起更多危机的事 但是我们最少知道一件事 就是台湾的武器 他最近特意试射了一个 红三飞弹一隻给你看 打个把船 展示出来 威力相当惊人 威力相当惊人 这些有机会再讲根治才和南分量 就是说他已经有相当足够的实力 除非你用核武 否则你不轻易 选时间攻堵台湾 这只是台湾的实力 美国支持他 这个我们可以假设一定 但是就是和台湾开战 你可能在这些强大的高科技的武器 一比较之下 可能就已经令到你不敢再继续下去 甚至因为他有了这些武器 有些强大的反核飞弹 有了强大的潜艇 还有升级的F-16V 就是飞机 令到中共完全是 因为中间隔了170厘 最少都70厘 最宽是200厘的海峡 这个令到他不轻易有心无力 当然了我们不希望有战争 你说解决两岸的问题最好是什么 老土的说 解决香港、西藏、新疆的问题最好是什么 就是民主 我们一定都期盼 有民主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同一番 现在就是因为我没有民主 给你吞了香港人的经验 就是这次选举 大家都好像不多紧张 因为知道国民党已经回不了 民进都会继续执政 因为实在看见香港的情况 台湾人有没有可能投票给国民党 让他和大陆和平统一 当然大家也心中有数 好这条片长期了一点 多谢大家